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道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 说的是明朝 正德年间 北京顺天府 住着一个人 此人姓李 丹字名雄 就是英雄的雄 是一个在边的武官 官职是 几位千户 人很好 非常的豪爽 而且来说 马上地下的功夫都不赖 也没有什么事 经常在家待着 娶妻合适 何氏夫人过的门来 生了这么四个孩子 先生了一个姑娘 起个名呢 叫玉英 宝玉的玉 英雄的英 叫玉英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是个小子 男孩 起名叫 成祖 三个 四个 又是俩姑娘 一个叫 陶英 你陶的陶 陶英 最小的这个 叫月英 这么四个 孩子 生完这老四之后 夫人身体不好 得了产后 也找大夫 瞧 但是也不成 将近半年 去世了 你说这家里 这日子还怎么过 一个大老爷们 还是个武将 弄着四个孩子 最大的 是这玉英 六岁 儿子成祖 五岁 后边俩更小了 一个三岁的 一个还不到一岁 日子很难 倒不是说穷 钱是有 关键是 谁看孩子 放出风去了 准备续闲 再找一个 看这的媒婆多了 说这个 谁呀 我这可了不得 极为千户 离兄离的人 打算续闲 侯纳都愿意给 为什么呢 跟着人家吃香的喝辣 家里有钱 进门是官太太 最后 选了这么一阵 谁呀 这个姑娘的 哥哥叫娇蓉 在衙门里边跑腿 很聪明 听说这么个消息 我妹子可不来 这一说 李雄还挺乐意 好吧 就成了 定了一个时间 安排 花红小教 把教室 就抬过门来了 新媳妇 多大呢 十七 那个年头啊 结婚啊 十四五十五六 很正常 再晚 那就让人笑话了 十七 把教室 抬过来 啊 不难看 那 哼 离兄挺喜欢 过日子吧 但是 教室 一进门 心里边 就不舒服 怎么呢 四个孩子 太多了 而且 我们才十七 日后 我要是再生几个 这孩子们之间会有矛盾 而且来说 你们家要是没孩子 我生这么几个 啊 以后 里家的万贯家产 可都是我孩子 这不成了 他们家有四个 这一分 到我们孩子手里 就没什么 列位 老话说得好 人心歹 狗不吃 你刚十七 你知道你这辈子 准能养啊 你怎么知道 日后 分家的时候 就得打架呢 人心太脏 哪没到哪 先琢磨这个 一天到晚 他心里就不宣分 可是 同志李雄 做得还不错 李雄要不在家 要了命 瞧这孩子不顺眼 瞧哪个 恨的 倒霉孩子 找机会 我都弄死你们 他老有这么一个心态 这玩意谁受得了 老憋着找茬 这天 李雄没在家 出去上朋友那儿 串门 有两天没回来 教室 嘴馋 打发人出去 给自己啊 买了点爱吃的东西 小零食啊 包括爱吃的几样点心 包好了弄得了 还藏起来 怕人吃 尤其怕那几个孩子吃 藏起来 藏哪呢 找一杆栏 啊 藏好了 实指望就没人动 人是没动 耗子知道了 嗯 这不赖啊 这好吃 大耗子告诉小耗子了 快来吧 别出去玩去了 咱们今儿聚餐 吼 吃是不可能都吃得了啊 连吃再糟心呗 教室 打个包一瞧 当时就急了 有人动过 职业烂了 东西有咬过的痕迹 不然大怒 这谁 怎么这么没出去 他还得说人家没出去 他自个儿偷着藏起来 他说别人 跟屋里一通骂贤迹 宇英带着几个妹妹跟屋正玩呢 听他跟这念山心的孩子也没识这茬 成祖 就是这男孩啊 上外边玩去了 这会刚回来 一进门 站着瞧着自己的继母跟着骂贤迹 他中文小 五六四 他哪懂什么 就站在这愣了 看他这骂街 哭 他这骂 但凡这个人要是是非啊 他打算骂贤迹 他非得找一主 这一骂街 那一搭茬 这才能搭起来 你要说没人理的 骂两句也就没劲了 这喊了半天子 而挺生气 心说怎么一个观众都没有啊 嗯 正懊恼的一回头 孩子进来了 小孩懂什么 站在那看着 他这火 腾腾腾的上来了 就是你 什么玩 就是我呀 哼 小兔崽子 没羞没臊 臭不要脸的 孩子一听这哪 您怎么骂人 骂你我还打你呢 走到跟前 啪 给孩子一嘴巴 哇就哭了 你还敢哭 我撕了你的嘴 这连打带骂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李雄回来了 迈步一进门 哈 当时就急了 当初娶媳妇的目的就是 找人疼我孩子 过得门来 你打我儿子 这不成 我四个孩子里面 就这一个是小子 拿手一扒了他 你请给我这 他是武将 练武的人 那个十七八 一个富的人家 哪看得住啊 这一吹 他当一下子 摔着墙角 哎呀好 我可活不了了 哈哈 你们全家是欺负我呀 哎呦 活不了了 这一撒泼 余英带着俩妹妹跑出来 站这看 也不敢说话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瞧自己爹气的 吃咄嗦 你干嘛 你啊 你要疯 娶你来是帮着我照看孩子 谁让你虐待他们 你打他干嘛呀 哎呦 打他 我杀了他的心都有啊 你看 两口子抬杠半嘴 就怕呛火 你越呛那火越大 而且来说 这骂人没好嘴 打架没好腿 对着一开卷 没有好话 但凡有点理智 那不打不起来了吗 三说五说这儿急了 走到跟前 啪 给娇尸一嘴巴 您算呢 他是练武之人 那拳头啊 这么大个 啊 那个那脸 他这么大个 跟桃似的 啪 走出来了 丫头活 我去喝个桃 这死不起来了 呼 家里边孩子也哭 大人也闹 连管家在干活的 也不敢劝 你主人打起来 谁敢劝呢 是不是 李兄一回头 你们谁 跑到衙门口 把他哥哥叫来 哎呦呦呦呦呦 管家打着出来 问衙门 找娇容 就是娇士的哥哥 娇容 娇容三十来岁 能说护卫道 小包骗了嘴 七根朝上 八根朝下的狗油壶 一嘴的碎芝麻烈牙 没事呢 牙门里边跑前跑后 伺候了他爷啊 啊 跟这班头们搞好关系啊 反正仗着这点背景 欺负老百姓 占个便宜 就满车了 这会正忙着呢 有人说了 找您 谁啊 这个 李家 找您 哦 我出来 这出来了 一瞧站着管家 呦 有事啊 哎哎哎哎 娇爷 娇爷 哎 您怎么着 上家来一趟 老爷 跟大奶奶打起来了 呦 这刚过门的 这是没头上 怎么回事 因为什么 谁知道误会 恒是为了孩子 您看看去 哎哎哎 我去 我去 打这儿出来 敢奔礼去 来到这儿一瞧 或者屋里挺热闹 怎么呢 孩子们都出去了 叫上两口子 李雄坐在这儿吹呼咚言 生气 旁边那儿 坐着自己的妹子 娇事 脱哭的这两个烂潮似的 我活不了了 我死去 我上调节 我跳河 这儿哭 娇容是场面上的人 他有什么不懂啊 因为他太了解自个儿的妹妹了 准致的是因为是非 招着人家不高兴 满面带消 哈哈哈哈 哎呦 麦伯 哈哈 这怎么了 闹别扭了 啊 啊 旧兄啊 旧兄 大舅子 你坐 你坐 哎哎哎哎 哈哈 怎么了 小两口 闹别扭了 你问你妹妹 你又怎么了 这事 在家怎么嘱咐你的 嗯 不是小孩了 有个分寸呢 那处处得懂事 这又怎么了 让我妹夫生去 哎呦 打我 刚才他还骂我呢 哎 要是说错了话呢 都该打你没事 哎呦 你也这么说 我活不了了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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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夫 到底怎么了 舅兄 家里的情况 你是知道 我这孩子多 四十孩子 前面 这媳妇死了 扔去这堆孩子 我没辙 为什么要续闲 就是为了有人能照 今天我回来 他打成组 那是我的心头肉 孩子有什么事 你说 我都舍不得打他 我娶你过门 不是让你欺负我儿子来 什么话 咱们都能搁桌面说 孩子不对 咱们说他 你这上来就打 这算怎么回事 焦中心得明白 准之道是自己妹妹的 不对 怎么 亲哥俩 在娘家时候 就是事非 都不行了 一听就知道 我的妹夫 我替他给您赔礼道歉 在家灌的不像样 您这 您赏个脸 我把他接走 接他回家 住上个十天八天的 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咱们给一机会 过过没事了 您看您消了气 再把他接回来 你去归人东西去 我走 教室上后边去 收拾自己的衣服和应用职务 这出来 焦中是满面带笑 咱们说好了 咱是一家人 家里没有这个 马上不碰国宴的 他告诉你们两口子 不叫事 消消气 消消气 过些日子 把他送回来 高室 带着自己妹妹 拽身就回去了 你熊一做 得了 反正两口子打架 也是常有的事 回来又问了问 孩子是怎么回事 成足把事一说 这就安慰了孩子 两句 行了 行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许记得心里 就得了 划分两头 娇容把妹妹就接回家了 往客庆这一坐 妹子 你这个 没有 你刚过门 你就打人孩子 你要干嘛呀 哼 我告诉你 我打的我这还便宜呢 我说别人弄死他 我告诉你们 我瞧什么 眼中钉 肉中刺 我瞧他在我跟前 那么晃 我就恨他 我就 我理解 你说的 也对 有这四头小子 以后分家产 包括很多事情都不方便 但有一截 你现在这样是错误 你要想除了他们 你得对他好 我疯了 我还是对他好 李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唯独你是外来的 不管是丫鬟婆子 厨子 还有这些个家丁奴仆 人家是一家人 都瞧着你怎么样做 那么你就应该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你懂吗 那我 你听我说 对他们好 手底下的人 要给他小文小会 给个零钱了 给点东西了 让他们知道 你是个好人 过一两年 碍眼的这个 往外宅 丫鬟不听话 跟李兄说 这个丫头可不是好人 常留下来 给咱们招灾惹祸 脸面上不好看 她是个做官的人 她重的是脸面 肯定就把她轰出去 孩子们呢 你更得对他们好 这是做给他爸爸看的 爸爸一瞧 真疼 对我这几孩子 跟自己孩子似的 他就放松了 日后你再如何 他都不会相信 而且一年半载 你要再生下孩子来 那就算更没问题了 对不对 哪有你这一过门 就瞪眼打人去了 妹妹 你失策了 你要照哥哥我说这番 以后理解大权是你的 万贯家财都是你 听得懂吗 嘿 哥 你这主意真不赖 好 好好好 那行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对 你说的有道理 我得对他们好 那我什么时候回去了 别着急 过几天 给他拍劲 咱们再回去 哎 划分两头 李家这几天呢 其实李雄心里也挺脑心 因为终归这种家务事 不是什么大事 你说这媳妇 娶过来时间不长 又不能因为这个事 就把他修了 可是天天 看着孩子们 也挺严重 尤其是 大姑娘玉婴 跟儿子成组 越来越大了 就在家里边请了一个教书的先生 收拾出这么一间书房来 让在这儿 教其儿俩 念书 写字 有这么拾了天 教荣来 传门来了 买不 气消了吗 哈哈 九兄 没事 我这 气早就没了 哈哈哈哈 好 那就好 您知道 我的家里边 也没少说我没 您 得带劲 我把他给您送过来 你看你说这话 我让人去接去吧 那更好了 更好了 得嘞 谢谢妹夫 快红大亮 哈哈 这说完了 安排车辆 回去接教室 到那儿就接回来了 呼 这一回来 变了一个人 哎呦 老爷 您挺好的 我这回去一想 我干的这叫什么事 我这个脾气 我得改 我这个心是好的 我就说话办事 不是 咱的孩子们呢 你看这几天 我没在家 也不知道谁照顾他们了 哎呦 我儿们快来吧 李兄很高兴 图的诗是什么 不就是这个吗 你要说能对我孩子好 你能懂事 哪里一天云子散了 四个孩子出来 孩子们都懂事 出了这儿一叫娘 喂 儿们呐 哈哈哈哈 你看看 这几天没见 我都想你们了 啊 哈哈哈哈 吃的好不好啊 睡的好不好 呦 程左 快来快来快来 呦 马里 肉 喂 那天我也是一时糊涂 我说你跟孩子斗着玩 怎么怎么这么没溜呢 真是 我的亲儿 哎 这这个画面 谁看你也挑不出毛病来 李兄很高兴 刘娇荣在这吃顿饭 全家人坐在一块 一喝酒 挺好 打这起 教室 确实做的不错 啊 每天疼着几个孩子 我真跟亲娘似的 尤其是对家里这些个家丁啊 奴仆啊 厨子 丫鬟呢 也非常的宽厚 啊 丫鬟这端茶倒水 啪摔了 茶壶摔了 没事 哟 孩子 没插着手吧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这碎片简直就扔了 没瞎着你吧 厨子做饭 闲了 怕这没事 嗨 没事啊 谁都有个没准的时候 搁点水 搁点水 一样能吃 哼 家里边上上下下 一提这位奶奶都调大门歌 好 孩子们也说 嗯 那娘不赖 挺疼我们的 消息传到李雄的耳朵里 那是非常的高兴 好 好好好 你看这边这日子过了 他就有意思了 啊 看来我娶了媳妇 娶对了 不过呀 我要感谢我的大舅的交融 你说那些人看着多蛮横 接回去之后 再回来 变了一个人 看来人的善恶 只在一转念 挺好 挺痛快 心里边高兴 一晃 一年多 不久呢 交世 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个名 叫雅奴 什么叫雅奴呢 简单说 这个一解释啊 就是不如奴才 为什么说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名 过去的人都是 给孩子起了贱名 好养活 说这孩子起名 叫二狗 三蛋子 叫个这个名字 他这名啊 不好 很贱 但是孩子能够富贵长生 今天交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 叫雅奴 也是这个意思 亚如奴才一般 是这个意思 嗯 李雄是非常的高兴 哎呀 我家 这又是天理一个小子 哈哈哈哈 心里高兴 而且自打有了自己的孩子 教室对那四个孩子 跟原来一样 没有说 哟 我有儿子了 现在我对你偏的不好 没有 还是那样 该怎么疼 怎么疼 所以李雄的心 是彻底的放下来 这一年 陕西高兰山 有刘贼作乱 有人造反 这个反贼的名字叫 杨六 哦 聚众好几万人 要夺大名 锦绣乾坤 陕西的官员 告纪文术 雪片一样 飞奔贼京城 这赶紧 安排兵丁 要前去 西洋贼 李雄 是个武官 是必须要去 哎呀 可是也是 割舍不下 家里边 还有这么些孩子 还有自个儿的太太 可是军令如山倒 要说走 马上就得走 那安顿好了一切 家里边全家人 坐了一块 吃一顿饭 酒西宴前 端起酒杯来说 气呀 我今天 就要随影征战 我得走 走之前 我敬你一杯 没有别的 家里边 全托付给你了 连孩子们 在整个家 全靠你一个人 倘若说 这孩子们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看在我的脸上 你要单带一二 知道吗 哎呀 老爷 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啊 这么些年了 您还看不出来吗 这孩子 就跟我的心头肉 是一样的 我跟您这么说 你这是要出去打仗 我心里放心不下 你可记住了 早去早回 千万的别让我惦记着你 听见了吗 我们想你这了 孩子们也舍不得 爹呀 您到这回来 我们想你 哎呀哎呀 儿们呢 在家里边听你娘的话 微服我打仗去 你放心 天朝兵道 哪流口瓦解兵消 啊 到那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就能回来 你们在家一定要听话 听见了吗 哎 吃完了饭 归制完了 安排好了一切 李雄打这出来 班安任登上了马 赶奔教军场 随赢征战 是够奔陕西 他可走了 家里边就剩下 交室 说了算了 往这儿一坐 心里边啊 不住的高兴 哼 我可忍了好几年了 现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 李雄出去了 这几个孩子落在我的手里边 我让你们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而且来说 他出门征战 每个一年二年的可回不来 我可憋了好几年了 这骨子邪火 这回啊 我可得好好的撒一撒气 哼 心说呀 要报仇 我是就在今天 嗯 我说 成祖啊 快来 喊成祖 有咋外边大少爷成祖进来了 您叫我 嗯 我叫你 你爹打仗去了 家里的事 可就为娘我说了算 今天为娘我要给你立一立规矩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讲到 锦衣为了千户李雄 随迎征战 沟本陕西 家中就剩了 家中就剩了教室 带着五个孩子 教室心说 从今天开始 家中就是我说了算 我必须要立一立位 成祖 成祖啊 把儿子叫过来了 娘 嗯 好啊 你爹随迎征战去陕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咱们家里边 我们家里边 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 可是我儿 现在你还小 没办法 为娘我支撑这个家业 你从今天开始 事事事 你要谨慎 听见了吗 不要给为娘 招惹是非 堂有一差二错 可不要怪我不客气 日后见了你父 咱们还得倒这笔老账 是 娘您放心 我听话 我不惹事 嗯 那就好 打这天开始 郊氏就不会乐了 怎么简断结束 两年的光景就过去了 这一天 交融所在的衙门里边 接到了很多的公文 那说这个 陕西打仗啊 挺好 依然是 大获全胜 不错 皇上见徐 靠赏三军 单则一剑 锦衣卫 千后 李雄 率领着一支队伍 被敌人 全奸在 高兰山下 有棋培官 就跟焦荣说了 这李雄 李的爷 是你妹夫 是我妹夫 得了 您急哀吧 怎么了 死在两军阵前 尸骨都没回来 干 赶紧往家跑 来到妹夫这 找自己的妹妹 交使 妹妹 哥哥您来了 您坐这 要你脸上是怎么 是这个 我跟你说呀 你也别难过 我打牙门口 听着迷信 和这个 我妹夫 死的两军阵了 啊 哎呦 喂 老天爷 你这这么话说的 你 你先别看 别闹 我再去扫听一下 看看到底 是不是真的 哎呦 你瞧瞧 这都会 你不死在那儿了呢 哥哥 你个问吧 哎 问 这回来一通 仔细的这一问 最后 确认 是死 死在了 高兰山下 大办白事呗 大鹏 和尚老道 请来之后啊 一面精 超度光魂 全家大小 穿的跟白人 似的 办这堂白事 简短皆说 全都料理完了 闲着没事 教室和交融 哥们俩坐在一块 伤了这个事 没了 怎么着哥哥 其实也是个好事 死就走了 那怕什么 是不是 先如今 你是 教室 哥正派大奶 又何况 你生孩子 亚奴也不小了 以后 我问问眼口 咱们可以办一个 是希望 是不是 你还能吃一块凤子 唯一的 就是这四个孩子 对呀 哥 现在如今 得凶死了 这四个孩子 我能下手了 你这个人呢 想 现在也没什么事 你要憋着 把他们除了就除了呗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没想好 我就说 比如说 我要说 说他们偷东西 然后把他们打死 那不是 害人是要技巧的 你这样办 不妥 是 是的哥哥 你教给我呗 打小儿咱们 这都是你教给我的 怎么害人 怎么诬陷人 是怎么着的 是 都给你教给我们 你说吧 这次怎么办 你呀 如此正般 怎般如此 记得住吗 嘿 我的亲哥哥 你太聪明了 你得追 好 兄妹两个人定下毒计 要陷害人 转过天来 坐在厅堂这 教室吩咐一声来呀 把程总给我叫来 孩子进来了 闭恭闭敬 孩子参见母亲 哎 儿啊 你坐去 这一说坐去 程总都没想到 怎么呢 平时家里关系大事 跟娘说话 站着 不行 哎呀 让坐着 这是怎么回事 没闹清楚 坐去 哎 坐去 娘里有什么吩咐 哎 我的 你真 看你啊 我就 我就想起你爸爸来了 曾记得那一年 全家人坐一块 喝这 奸行酒 哪曾想 两年的光景 他 战死在江场 而啊 你们 成了这 无腹之儿 为娘我 也是 孤雁 丹飞 我想起来呀 我这心里就不是姿 你说这个话 成熟也哭了 你别说 你说我这也不是姿 谁想到我爹就死了 是 哎 他死啊 他死 不要紧 他这个尸首都没回来 这是我心里最难受的 为娘我有意前去陕西 前去班师捣鼓 怎奈我是个女流之辈 歇功瓦小 不屡艰难 我不能出门 你这姐姐跟妹妹更不能抛头露面 家中只有你顶天立地 你是个男儿汉 你就应该念在孝道去至陕西 将一副的尸首 搬取还乡 入土安葬 对 娘 您说的对 我应该去 各位 成祖是个好孩子 这一说 就答应 我是应该去 可是 这是礁室定下的遗迹 第一 明朝 由达北京到陕西 路途遥远 第二 现在是蜡月 天寒地冻 而且来说 遇见雪了 那个路就走不了了 得受多少罪 第三 成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没出过门 这就是摆明了 要把人家孩子害死在路上 可没想到孩子很高兴 我得去 我应该去 好极了 我的儿 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我给你安排一个人 咱们家的心腹家定 苗全 让他陪着你 谢谢母亲 我收拾东西 明日里 清晨登城 好 这个心腹家定苗全 是教室从他们家带来的 那小子坏极了 要多坏有多坏 让他跟着 无非就是让路上瞧着 确实要保证这孩子死在外头 孩子出来之后 先找自己的大姐 李玉英 姐姐我跟你说点事 我正找你呢 咱娘叫你干嘛呀 娘说了 爹死在外头 尸骨不能欢笑 我作为长子 我应该去搬尸蹈骨 把爹背回来 谁去 我去 兄弟 你想好 你怎么能去呢 你个十几岁的孩子 你哪能去 我去也不能让你去 不 娘说的有道理 我是家中的长子 这个事我不去 传扬出去 外人得笑话我 不成啊 兄弟 你这要去 有趣无还呢 我找娘去 姐姐你别去 我去我去 大致重来 来到了上房 面见教室 娘 大姑娘 什么事啊 您让城祖上陕西 我让他去呢 你爹一辈子不能把尸骨扔到外头 那怎么办呢 就得让他去 娘 他 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你住口 十几岁孩子 怎么着 他还是个小子呢 花不来 替父从军 亭女 旧父上书 人家那还是姑娘干的事呢 一个小子 不出去锻炼锻炼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又何况我还让心腹家定 苗全陪着呢 嗯 行了 我看出来了 你爹没了 你们不拿我当回事 啊 哎呦 我的老头子 这儿哭着 回后屋 玉英一瞧着 白一说了 自己哭了就出来了 兄弟 我找娘去了 不管用 姐姐你别找 我应该去 我不怕 不是兄弟 天冷了 腊月天 你又没出过门 身子骨本身就弱 没事 我闯来闯来吧 当天晚上 姐姐 还有俩妹妹 跟程祖 说不完的话 一再的嘱咐在外边 多加小心 千千万万 可别出事了 一直说到后门院 说你快睡觉吧 明儿还得上路呢 这儿勉强的躺去了 五股天明 金鸡三叉 李成祖起了床 厨房给坐的吃的 吃饱了 穿好了衣服 苗泉准备了一个牲口 一匹马 又把路上应用之物都准备好 跟家里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 大伙都送到大门口 小程祖 班安任凳 上了坐骑 苗泉这跟着 出北京 赶奔陕西 刚出北京城 没多远 闹天气 天降大雪 哎呀 成祖哪受过这个罪 你说继母再不好 她是在家里边 说两句 乖的两下 最起码吃啊 穿的住 这个没问题 这个一出门 冰天雪地 风里来雨里去 这个最瘦的 非常的难 可是也得坚持的往前走啊 从来没瘦过这个 走了没两天 就感冒了 怎么呢 苗泉发坏 这屋里 睡得着着的 孩子 给叫起来 去去 赶紧 咱得快走 现在走大半夜 哎呀 夜道清静 孩子睡得迷迷糊糊 脑子挺热乎 这出来穿衣裳 骑上马往前走 一身的汗 拿风一拍 感冒 走两天 她又不见好 不见好住 住店 住店里边住一天 也不给找大夫瞧 也不管 差不多 又出来吧 还往前走 最瘦大 而且有的地方 雪下的特别大 都漫过了马蹄了 这马走的都费劲 一个列腺 立成走 打马上 就扔下来了 平常人感冒 每个六天七天都好不了 何况这个小孩 抵抗力非常的弱 就这感冒 好两天 坏两天 好两天 坏两天 越来越重 你要全的 就不理这茬 每天还必须的 得有多少里路 以心意的 想让这孩子死在外边 简单结束 一个月的光景 李成祖 坐在马上 可都坐不住 眼睛都瞧不珍照 犹大感冒 转的发烧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孩子浑身 这个烫 也吃不下东西 所以小时候都是撩泡 打马上坐着坐着就摔起来 弄的是头破血流 苗泉不管这套 只要掉起来 揍起来 扔着马上 还往前走 这一天走着走着 来到一个小村子 一问这个村民 说咱们这村叫什么名字 这个村子叫 保安村 一瞧 李成祖跟马上 栽两栽 晃两晃 这孩子可坐不住 扶着他下来 怎么样了 少爷 难受 一回头 挨着水井 这有这么一个小草房 你过来 你坐在这个井沿这 你这是不好受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啊 待会晚上咱们找这儿啊 找先生给你看看 哎 把孩子扶在这儿 看了看 苗泉心说 完了 也就这样了 因为这个孩子这一道手折腾的 给我瞧的了 今儿不死 明儿也得死 也就这意思了 拉着马往外走 拐过弯去 一翻身上了马 边边打马 回北京了 多缺德 这么一个病孩子 身无分文 要什么没什么 最早出来还穿着挺暖和 大棉袄什么的 前两天发烧 老权告诉他 不能穿棉的 脱 一个重感冒 发烧的孩子 穿着单衣单裤 骑着马 在马上这么跑 那没个不死啊 这会儿坐住了之后 坐在这个地上 凉风一搜 浑身都哆嗦 孩子叹了口气 心里明白 我命休矣 坐这等死 斜队门的草房啊 门开了 出了一老太太 这个年纪得六十来岁 慈门善目 坐在门口这 摘一摘菜 一抬头 井园这 坐着一孩子 也没当回事 老太太 还摘菜 摘差不多了 把菜放下 拿了一个小碗啊 拿了一个小桶 是准备要洗菜 往这一放一摘头 一看这孩子 这晃哟 哟 你怎么了这是 说着话放下 东西就往前来 来到跟前 成组织已经坐不住了 往下一栽 老太太一伸手 砰 给搂住了 嗯 孩儿啊 你是谁 你怎么了这是 哎呀 哎呀 这孩子 拿手一摸 怎么这么烫 快进来 快进来 进来 扶着他 到自己的屋 屋里边 看得出来挺穷 啊 有这么一个小桌子 四个小凳子 有这么一个床 啊 给扶着床上 让孩子躺那会儿 一摸呀 这身上滚烫滚烫 坏了 这可不行 找大夫吧 老太太翻箱抖棍 从机脚杆栏 找出点钱来 啊 赶紧跑出去 找大夫 赶紧快帮嗨了 大夫跟这来了 这一号卖货 这孩子 您家什么人 老太太说我不认识 就门口我捡这么一孩子 别别给治了 这孩子这个 病太重了 够呛 别这样 别这样 我佛慈悲啊 您您您救救他吧 啊 万一要是能救活呢 哎呀 这样吧 反正 咱们死马当火马亿 好了更好 要是不成的话 您别怪我 是我知道 我知道 您受累吧 哎 给开了几副药 啊 开完药之后 说这个 打不然抓去吧 哎呀 又淹给旁边的街坊 你们谁受累 给抓烫药去 打说谁 您不好说 不是我 捡这么一孩子 哎呦 老太太您真行 哪的事 您自个儿 那日子还过成那样 您还管人家 别这样 它是个生命 啊 救救他吧 仰给东西 仰给西西 出去抓药 回来老太太这 拗药 把药弄得了 搁在边上 量的差不多了 把孩子扶起来 宝贝啊 吃药了啊 得灌下药去 大夫说 这药啊 这一宿 得喝三回 听见了吗 啊 得有人盯着 老太太说我盯着 我不睡觉 我看着他 这一宿没睡觉 啊 给这孩子喂药 一会摸摸脑袋 一会给灌点水 出了一身透汗 到天亮了 这睁开眼 哎呀 瞧瞧这屋里边 又想想昨天 我昨天坐在水井旁边 那儿 我都上这儿来 这会儿工作 老太太过来了 行了 孩子 好点了吗 您是谁啊 哎呦 啥孩子 昨天呢 你跟对门那儿 井那儿坐着 你都忘了 你要摔在那儿 是我给你弄回来的 哦 哎呦 我谢谢你 这孩子 挣扎着要起来 磕头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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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孩子 你可算活过来了 大夫说了啊 要是今儿能活过来 人家还来 说明你还能得救 啊 躺着别动 饿了吧 我这熬的小米粥 喝点吧 给盛了碗小米粥 切了点咸菜丝 为这孩子吃下去 吃饱了 睡了一觉 一会儿功夫 大夫又来了 怎么样 说醒 孩子醒过来了 嗯 接着开药 开完药 大夫人抓药 可是接着熬药 三两天的功夫 算是活过这条命来 但是大夫说了 这个 没仨月俩月 去不了根 啊 得慢慢来 老太太说 那就住在这儿吧 住在这儿吧 我伺候着吧 成祖感动坏了 我这怎么谢您呢 我与您 萍水相逢 打扰您这么些日子 而且您家里也不富裕 哎呀 孩子 天底下 谁跟谁有仇啊 见死就得救 听什么叫什么呀 这些日子 也没工夫问你 哎 把自个事 这么一说 到最后 说到苗全这儿了 跟我一块出来 啊 到了这儿 我不知道他干嘛去 他说给我啊 找大夫 老太太说 他找什么大夫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啊 啊 人就看见他了 咱们村里说了 拐个弯去 骑着马就跑了 估计他是看着你啊 病重 不愿意管你了 哎 我后来一想 这一道上 他对我也不好 他可能确实是 嫌我是个累赘 嗯 他走了 他怎么能这样 当初 我爸爸活着 是对他好着呢 这人心 行了孩子 不想这 啊 就算以后你回去见着他 也不想这 知道吗 啊 人呐 心宽一点 对谁都好一点 必有好报 知道吗 哎 我听您的老太太 就在这住下来了 卡街缝邻居竟笑话老太太 没事老师嘛 本来就没钱 都穷成那样了 还管这么一小孩 都说这个话 简短结束 过完了年 二三月份 恢复呢 就算不错 后来逐渐的能起来 干点灵活 收拾收拾屋子 跟老太太聊聊天 一直等到四月初 这天中午吃完了饭 程祖说 老奶奶呀 我跟您商点事 说吧 孩子 什么事 嗯 我出来 是要搬娶我父 尸骨魂巢 我跟这没想到 一病病了这么长时间 多亏您照顾我 我才活下来 但是我不能老跟您这待着 天也暖和了 我还得去陕西 去找我父亲的事故 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没法 打抱您 容等日后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把您接到我们家去 我一定照顾您一辈子 老太太眼泪下来了 孩儿啊 可别说这个话 我们这个岁数人呢 有今儿就没名了 你有这么一句话 我就踏实 就这段时间 我没白救你 咱俩俩这是缘分 嗯 孩子 有正事啊 你就忙 我也不拦着你 如果说 要是从陕西回来 还路过这 你要是有功夫 你就进来瞧瞧我 还是那句话 岁数大了 嗯 如果说 你回来 我要是死了呢 孩子 问问我那坟在哪 让坟上 跟我说一声 我也就踏实了 也就放心了 不管日后如何 宝贝你记住了 人不能有害人的心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只争来早鱼来迟 你记得住吗 我记得住 我谢谢你 哭通过去地上 磕了仨头 老太太眼泪下来了 哎呦 你快起来 快起来 行了 我给你准备准备 明天你走 老太太把家里的面都拿出来了 给烙了这么几张饼 把鸡蛋都煮熟了 又预了点咸菜 弄一个包 都给它包好了 又把家里仅有的碎银子 找一小包包上 好 我不趁别的 都在这 你都带着 一路上 你可要多加小心 哎呦 你俩是抱头痛哭 分别之际 李承祖跪着地上 磕了仨头 您的大恩大德 我是今生难报 下辈子做牛做马 我也打报您的恩情 娘俩哭了一抱 李承祖离开了保安村 是赶奔陕西 老太太站在村口 一直看着没了影 还冲孩子这背影 一个劲的招手 出离了保安村 是赶奔陕西 这一日来在了临桃府 找到了高兰山 并经棺桥 啊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李承祖 寻覆尸骨 路过了保安村 被苗泉撇下 险些就死在这 多亏一位好心的老太太 把她搭救 僵养了几个月 四月初 离开了保安村 赶奔陕西 一路至上也没有什么事情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这一天 来在了高兰山的脚下 扫听了 说当初打仗 就在这一天 啊 大伙都纳闷 这孩子胆太大了 那没人敢去 啊 反正你要问呢 就是那里头 你要愿意去自本去 谢谢各位 孤身一个人 这孩子往里面就走 越走越空旷 越走越渗 您想啊 这个地儿啊 空旷无比 还适合打仗 而且这一打仗 放火的放炮的 干嘛都有 两旁边的树木都烧焦了 山石烧了都裂了 谁说我父 我父这只人马 全被人家殲灭了 石横遍野啊 我怎么没瞧见 把随身带的这个纸钱拿出来了 打着了引火之物 焚化纸钱 往这一跪 还眼泪下来了 爹呀 您在哪呢 我是您儿子 成祖 千山万水 我找寻到此处 中途路上 险些没死了呀 好如今来的这儿 知道这儿 是您的遇难之处 可说是爹的呀 爹地 山高路远到此 不易险如今 您在何处 小孩哭了一大半 站起身来 还往里边走 找 来回的转 没有 不光没有 走了走去啊 越走还越慎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一具尸骨都没有吗 嗯 可是心里又一琢磨 嗨 我有些莽撞 就算遍野尸骨 我哪能认得出来 哪一个是我爹地的 我太莽撞了 可是已经到这儿 再说别的都没用 哎呀 怎么办呢 往回走吧 我来的是走的是这趟路吗 要迷路 不认识了这是 这怎么回事啊 嗯 走了走去 走的岔道 东桥就希望吗 不对 我不是从这儿来的 坏啊 我这怎么办呢 正着急呢 听前面有声音 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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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老虎吧 嗯 这真来个老虎 我哪受了 毛骨悚然 汗毛孔都立下来了 我的天哪 我夺夺吧 往这边一走 就听这边草脸 哗啦哗啦刷刷刷 像是脚步声音 坏了 闹鬼啊 这是 镯よ 这怎么回事 这是 还是吓坏了 冷汗都下来了 猛然见面前的荒草 给剥了开了 出现一个人 吓死我了 把这个人也吓一跳 有人呢 顶经一看 来的是一个和尚 三十来岁 捂了三粗 小孩 你可吓我一跳 大师傅 你可吓我一跳 你干嘛呢 你是 我迷路了 这是哪儿的孩子 怎么还上这儿玩了 你就跟我走吧 跟我走出去再说 谢谢您 心下烧安 好歹又一人是道 而且看说话 看这意思 这和尚不像坏人 你跟他走吧 一前一后 天可就逐渐黑下来 走了这么十几里的山路 前边不远处 有一个小毛安 两个人来到里边 进来把门关好了 把火点着 灯弄亮了 你看这屋里很简单 和尚这儿 点火 做饭 熬了点粥 煮点干领 弄点咸菜 吃吧孩子 两个人这儿一吃 吃完之后一收拾 坐着壶热水 俩人聊天 这孩子 不像这儿的人 你哪儿呢 你哪儿呢 我大京城来 是啊 大京城来 和你看看 你跑出来干嘛 有亲戚 没有亲戚 没亲戚 你上这儿来 是为什么呀 我 我找我爸爸来了 你爸爸在这儿做买买 不是 我爸爸死在这儿 我来把他的死尸搬回去 我爸爸死在这儿了 怎么死的 打仗死的 打仗死这儿了 爸爸谁啊 锦衣卫谦户 李兄 弥陀佛 说了一声弥陀佛 和尚站起来了 眼圈红了 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 你是李老爷的儿子 是我 你 你是谁呀 哎哟 小兄弟 快坐 快坐 哎哟 老天爷 饿不死 瞎家桥 坐这 坐这 坐下了 擦死眼泪 兄弟 想不到的事 这是苍天 这是苍天有眼 我不是和尚 我是你爸爸手下的亲兵护卫 我姓曾 我叫曾老虎 跟着你父亲 征战 征战到此处 我们呢 打仗赢了 但没想到是敌人 诱导我们来到这里边 来到这儿 孤军深入 四面里 杀声震天 他们都出来把我们全呼的里边 当时我一直守着你父亲 保着他往外推 一直逃出了山口 但是啊 山上不知的是谁 射来一支冷箭 把你父亲呢 一箭射死 打马上摔下来 大批的敌军就快过来了 我一想这怎么办呢 旁边正好有这么一堵矮墙 我是推倒了矮墙 把你父亲的死尸算是埋上 敌军围困 我勿可去 顺着山路我就逃出来 剩下的人马可全都死在这 逃出来之后 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和声庙 老方丈把我救了 劝我 你看看 红尘之中有何留恋 劝我出家 我一想打仗打成这样 也败了 一咬牙把头剔了 我就当了和尚 半年后 老方丈病死了 他那那俩徒弟容不下我 把我赶出来 没地去 这有这么一个小毛安 我就住在这凑合 老天爷睁眼 让我遇见了你啊 兄弟兄弟 眼泪哗哗了 成足也哭了 哎呀 曾大哥 你说这想不到的事情 他在这能碰见您 还是我父 英灵为民 给我指引了迷途 是啊 是啊 我问您一下 既然当初在这 尸横遍野 怎么今天我来 我就没看见有死尸呢 嗨 咱们人都死这了 后来把敌人全尖了之后啊 哎 主帅说了 这么多的尸骨 不可能搬回北京去 就在这 全都架起火力 焚焚焚 请了和尚老道 跟这超度 所以所有的尸骨 全都没了 你找到哪也找不着 你得亏就是遇见了我 明天吧 明天我带着你 咱们去 把你腹的尸骨啊 搬请回去 两年了 我估计啊 哎 都剩骨头了 得了 今天碰着你 我这心愿 聊了 俩人坐这聊天 越说越亲 越说越近 晚上早上班的呢 睡了觉 四日清晨起来 吃完了饭 收拾好了 和尚拿出这么一个 竹笼子 又把应用之物 都弄得了 拿着铁锹 兄弟 跟我走 搬请 李老爷的死士 顺着山道 以前一后就来了 拐弯抹角 来到一山弯这 啊 一瞧啊 这有这么 一堆砖和土 好像围成一个小土包似的 当初啊 这有这么一间小房 早就没人住了 后来啊 什么房梁啊 木料啊 就让人给拆了 就剩这么几面墙 跟这戳着 那天我也是急了 把这房推躺下了 把那砖呢 把李老爷盖上了 又铲了点土啊 算是简单的把人埋上 你等着 啊 我把他请出来 拿起手中的铁锹 起着咔嚓起着咔嚓 一会儿的功夫敞开了 顶下露出来 李雄的死士 就剩骨头了 哎呀 小孩哭的呀 跪在这啪啪的 咳想头 爹呀爹呀 我万没想到 一生征战落的一个如此的下场 今天孩儿 我搬请您 咱们回家 这磕头 啊 和尚也哭 也难过 行了行了行了 来吧 干点正事吧 把这个 竹篮子放好了 盖打开了 从脚顶下 拿着骨头 一块一块 都放好了 啊 最后把头骨 放到锦上边 有一块红布 四脚头塞严了 盖瓷似了 外边又把这笼子 盖好了盖 和尚背在了身上 我呀 送你回京 你年纪小 一路之上 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送你回去 啊 也算表一表 我们主谱的心情 我把李老爷 背回到北京去 我就踏实了 而且你没有钱 我是个和尚 我也没有钱 一路之上 我能化缘 最起码呢 饿不死 咱俩 小孩感动坏了 我谢谢您 哎 别谢我了 啊 我这是应该做的 有打这儿出来 两个人往北京走 路上走来走去 这一天小孩说了 大哥呀 这个地方叫保安村 我来的时候 在这住了几个月 一个好心的老太太 把我救了 要不然我早就死了 我又回来了 我一定得看看他老人家 因为走的时候 我说过 我得看看他 那来吧 两个人进了村 来到门口这 一条啊 门锁着 哟 老太太没在家 旁边邻居出来了 哎呦 这小孩回来了啊 认识 你住了三四个月了 是 大叔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老太太呢 嗨 你还问老太太 你走了三天 就死了 啊 死了啊 也挺好 一点罪都没受 吃完了中午饭啊 说坐在门口晒会儿太阳 刚坐在那边聊天呢 一会儿工夫 低头不说话 人就死了 挺好 修来的福 没受罪 小孩哇就哭了 哼 想不搭我啊 我这孩子说老太太 跟我想几千福呢 我还要抱着人家呢 怎么就死了呢 大叔 老太太坟在哪 我得去 哎 你是得去 你走了之后啊 嗯 转过天还说了 啊 说这有一天 我是没了 你们收来 给我埋了 哎 那个孩子来跟他说一声 我坟在哪呢 让他瞧瞧我去 好 我带你去吧 来到村边这 一瞧啊 这有一个新坟 土还没干呢 呼 孩子趴在这 这窗窟啊 哎呦 老太太 哎 您怎么就没了 我的救命的恩人 买的烧纸焚化 痛哭了一遍 大伙呢 都拦着圈着呗 哭完之后站起来 和尚说得了 少爷 难过说难过的 咱还有正事 咱走吧 出离了保安村 赶奔北京城 一路之上啊 这和尚是受了罪了 怎么呢 他老得去画园去 沿街教化 要不然不够吃的 有的时候要的多一点 有的时候就少一些 遇见了好心眼的人 善男信女呢 哎 愿意多花点 多给点 就有那抠门的 舍不得 凡是今天说要吃的少 只好是让小孩多吃 小孩也不落人 就让着和尚吃 两人竟打过 但是感情是非常好 一路无数 这一天来在了北京城外 街边上有一个露天的小茶棚 天气也热了 外面不能坐人了 两个人望着一坐 伙计过来了 二位 还大师傅 这个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啊 和尚说你啊 拿一壶酒 四个小菜 再来一盘馒头 哎 功夫不大 东西都齐了 和尚拿起酒杯来 倒了一杯酒 把李老爷的尸骨 摆在桌子上 端起杯来 洒在了面前 眼泪下来了 李老爷 哎 咱们主仆一场 我一直做您的亲兵护卫 我没尽到责 让您战死江场 兴喜得 小少爷 千里迢迢 千里搬尸 您的尸骨 不至于抛在异地他乡 现如今来在了北京城外 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 因为我终归 算是一个逃兵 北京城中 熟人种多 倘若被他们发现 多有不便 到了这儿了 您恕我不能再送您 哎 我呀 给您敬杯酒吧 把这酒洒了 往这一坐 把这个尸骨放在边上 告诉孩子 吃 赶快吃 吃着宝宝 我去给你啊 雇一匹牲口 待会你回家 小孩说你真不跟我走啊 你都到这儿了 回家看看去 孩子 你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是和尚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我唯一挂念的 就是你父亲的尸首 我原来想的是 我在那儿修行 他在那儿埋着 有我照看着他 现如今 你把他也请回来了 我也没有任何可挂念的事情 到了家了 没别的事 您回去 好好地安葬他 我也就踏实了 我是一个和尚 咸云也鹤 天马行空 就得了 没有别的 少爷 你吃饭 我顾生口去 吃吧 简简单单的 把他饭算是吃了 一会儿功夫 大和尚回来了 勾了一匹马 把这事都说清楚了 马钱都给完了 少爷 咱们就到这儿吧 青山不改 路水长流 他年相见 后会有期 您把这个老爷的尸骨 背好了 哎 大哥我谢谢您 行了 别说这个了 我这都是应该的 您回家吧 扶着小孩上了马 告诉赶脚的 你跟着稳弄点 别把他摔下来 一直看着李成祖 骑着马走远了 和尚这才转身 是扬长而去 李成祖出了门 到现在是大半年的光景 家里边很惦念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中间 苗犬跑回来了 那说这个 出点事 这个半截啊 小少爷 骑着马不听话 丢了 你看我也没辙 我没辙 我这不自个就回来了吗 其实是做戏 啊 哼 玉英这截几个哭坏了 兄弟 不让你去 不让你去 啊 你非得去不可 现如今 你看看你丢了 你说那么点小 你上哪去 你也不认识路 身上带的钱也不多 你那个体格又不计 你说你怎么办呢 截仨这哭 教室也不往心里去 怎么呢 老爷都没了 也不必再做戏了 行了 行了 哭两声 得了 你瞧 不成才 这个玩意儿啊 让他出去 搬请你赴尸骨 谁想的贪玩 这不就丢了吗 这事闹的 行了 拉倒吧 其实心里边 是非常的高兴 这段时间 家里边 让他调理的差不多了 奴仆 愿工 凡是不听话 思念救主 基本都打不走了 剩下一两个呢 都是他的心腹人 所以整个礼价 现在是他一手操控 今天交融 在这个衙门里没什么事 出来的早 上这来啊 跟妹子俩人喝酒聊天 坐在屋里边 教室说 哥哥呀 我可是有事 有麻烦 你瞧瞧 妹子 现在您成了 长家拿钥匙 大管去了 全家上下 您一人说了算 还有什么事 麻烦到我吗 咋里说的 这不是 李雄死了吗 我可听人说了 说他这死了之后 战死江场啊 必有风赏 而且来说有儿子呢 可以啊 世袭 现在说就可以顶替 可以世袭 而且这回 成祖死在外头了 剩下就是我们这个雅奴了 我们这儿子 他要是能够顶替的话呢 这事岂不是更好吗 您哪 上上下下 给我们打点一下 看看该花多少钱 该烦谁办这事 您甭客气 这事就托付您了 哎 好好 那个好心胸 嗯 对啊 对啊 如果说我外甥要是世袭了 那可太棒了 啊 咱们依旧还是官换人家 而且有哥哥我在衙门口上下这么跑着 外甥错不了 好 来我再敬您一杯 哥俩 推杯换盏 这喝酒 喝着喝着酒壶都空了 要你看看 酒都没了 苗泉 喊苗泉 苗泉进来 来来 什么事 打酒去 小子 哈哈哈哈 酒都没快去 啊 这不你大救来了 快去 哎哎哎哎 苗泉出来 往十字街酒店 先去打酒 拐弯出来 刚走了 没几步 猛然间瞧前面 影超超 来了一个骑马的人 旁边跟着这么一个赶饺子 开始没留神 再一瞧 啊 骑马的这个人不是旁人 正是小东家 李承总 当时就机灵灵打一整干 坏 冤家对头 这小子命太大了 那一日在保安村 他竟然没死 那不成 这我得赶紧回去说一声 哎呦喂 得亏我出了一趟 灯灯灯灯灯 外部往回就跑 踏踏踏踏踏 直奔李建物 奶奶 大奶奶 妈呀 疯了这是 瞧见鬼了 比瞧见鬼还可怕 怎么了 说呀 回来了 谁回来了 李承祖回来了 啊 连教室那交融都愣了 混账 你不说 他死了吗 我觉得就应该死了 谁知道他是怎么活过来了 你当时你没没看他死 你回来 教室说 哎 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 你看得真了 看得真错不了 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 我拿人头担保 就是他回来了 嗯 苗全 九月 你打后门出去 买酒 先买酒 再买一包 披霜来 人士说 嗯 哎 我这就去 小苗全 出后门 直接去买酒 前门 小公子 乘走就到了 到门口 下了马 把这个 装尸骨的笼子 背在身上 把钱给了赶饺子 人家牵着马 就走了 小孩 站在门口 瞧着门楼子 眼泪就下来了 大半年的光景 多么熟悉 而又陌生的一个环境 我死里逃生 终于把我父亲 请回来了 可是看着这个门口 很萧条 往常我们家 门里门外都是人 怎么今天没人呢 哎 看了一口气 撩一斤 上台阶 往门里走 这门也没关系 虚眼 伸手推门 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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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 迈不进来吧 来到了政厅 看了看也没人 有人吗 有人吗 连喊了三声 就听后堂那 脚步声音 谁呀 一条门帘出来了 正是自己的继母 教士 要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我大儿回来了吗 小孩把身上装尸手的笼子拿下来 放在边上一聊一进 扩通跪下 娘 不孝儿成祖回来了 不如使命搬请我父尸手还乡 呵 教士心说小子真诚啊 谁指望你死在外边了 不料想你能活着回来 而且把你爸爸尸手搬回来了 哈哈哈哈 孩儿啊 孩儿啊 你是真好 天下大笑子 二十四笑 你是头一笑啊 娘啊 我这是应该的 嗯 那就好 正说着呢 有打后边脚步声音 交融出来了 谁回来了 谁回来了 舅舅 是我 哎呦 我的大外甥 我的儿 你都想死舅舅了 你好啊 我还行 你爸爸那个尸骨 我已经请回来了 罢了 养子当如此 有你这样的儿子 对得起你爸爸 好孩子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你这样 我这个当舅舅的 我这个心里面瞧着你 我高兴啊 好孩子 别跪着 家无常理 快快起来 随舅父咱们后堂 饮酒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讲到 李承祖 回到了家 你瞧自己的继母 跟这舅舅 把这团热情 孩子你辛苦 你可回来了 哎呦 我应该的 来来来 赶紧赶紧 哎呦 把这尸骨请上来 这一拿拿上来 搬到正当中 厅堂之上 转上 哭 这礁室啊 扑到这这就哭 哎呦 扶喂 扶喂 你怎么就会呀 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啊 啊 我想你啊 哭吧 这一哭 一会儿的功夫 这几个姑娘也来了 玉婴 陶婴 月婴 哎呦 兄弟你回来 姐姐我回来了 呜 搂着一块 哭一抱 擦着眼泪 你看看 这是咱爹 我给请回来了 哎呦 这几孩子 跪的地上 哇哇的痛哭啊 哭吧多时 娇容说行了 得了 这不是喜事吗 尸骨省得在外飘零 这算是回的家了 一半天咱们准备好了 下葬 也就成了 行了没事了 你们去 该歇着歇着吧 啊 成祖 一路辛苦 来来来 舅舅跟你喝两杯 把孩子 就让到旁边这屋 桌上啊 菜 酒 都准备齐了 刚才啊 苗泉出去 买的这个酒 买的砒霜 趁人不备 把砒霜跟酒 都兑好了 放在桌上 出去 这一进来 娇士 娇容 成祖 三个人坐好了 娇容看了看 外上 好 好样的 不愧是 李雄的儿子 好孩子 有个样 啊 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 来 舅舅敬你一杯 拿个壶来 倒满了 来 喝一杯 我不会喝酒 孩子 你现在是大人了 大人都得喝酒 来喝一杯 哎 这接过来 喝一杯 教室又抢过来了 来 喝一杯 孩子 娘给你 接风胆臣 娘这我哪敢 你喝着 你喝着 端过来 一迎而进 来 娘再给你倒一杯 大小伙子就得会喝酒 接二连三 过来这么五六杯 孩子说我喝不了了 哎呀 你看看 从来是没喝过酒 这乍一喝酒 他受不了了 哈哈哈哈 堂块堂块 后边那有一个踏 扶着孩子 躺在踏上 焦龙跟焦石 坐在这儿瞧着 没有十分钟 这孩子 也捂着肚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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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我这是 啊 疼 是不是酒凉了呀 不是 我这拧着 这么疼 哎呦 舅舅 我这个 你我孩子你怎么了 两人过来 摁着李承作 你怎么了 哎呀 我这 哎呦 猛一使劲 这孩子 顺着耳朵 顺着鼻子 顺着嘴 哎呦 鲜血就涌出来 嗯 崛气深昂 两人这玩命的摁着 到这会儿瞧不动了 对视了一眼 焦龙说 你把你手机地留 哎呦 手机拿过来 把这耳朵呀 别的嘴边 流着这个血擦了一擦 哭 哭 哎呦 哎呦 哎 一哭 扭打外边 御英他们听起来 哟 是娘哭了吗 她说是 可能是 又想起爹地来了 你我也想上清堂那 再哭一抱去 爹这尸首还笑 走咱们去吧 仨姑娘出来 来到正厅 一瞧没有 是旁边这屋 咱们走咱们过去 过去吧 来到这屋 一瞧 焦氏哭 焦龙也站那叹气 再一看 床上自己的弟弟躺着 是面目猙獰 啊 成功 超走 胡拉招全过来 弟弟弟 你怎么了 啊 仨姑娘哭作一团 焦龙这叹气 你说这叫什么事 啊 哎 我的外甥 外甥 你这小小年纪 我说你别喝酒 你别喝酒 你非得喝酒 长途跋涉 心火大 这一进门 你就非得喝酒 酒 我呛吸血而亡啊 你这是 哎呦 我这好外甥 哎 哭 这痛是好 他也哭 焦氏也哭 这几个丫头也跟着哭 哎呀 屋里这个惨呢 哭霸多时 焦龙说 光哭也不是办法 啊 苗全 苗全 又打外边 苗全进来了 舅爷 怎么了 哎 什么小少爷 没了吗 哎呦 哎呦 这怎么话说的 这怎么话说的 啊 您您 您吩咐我 去买棺材去 给你这钱 买棺材 啊 回来装了 哎呀哎 苗全出去了 买棺材 哎呀 李玉英 站在弟弟尸首旁边 都哭不出声来 兄弟 你是我的亲人啊 啊 长途跋涉 到了家中 还没说几句热乎话 你怎么就死了呢 嗯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让姐姐不明白 这哭着哭着 突然间发现不对 怎么呢 弟弟这个耳朵眼 嘴角边 鼻子 眼角 有血迹 仿佛是啊 没擦干净 其实刚才擦干净 但是他又渗出来了 啊 哎 当时就愣 他喝洗油 他怎么能够 他怎么能够 蹊跷流血呢 这么一刹神 交融看出来了 心说这也不成 不能让他们跟这待着 瞧出一点来对我们不利 行了行了 闺女们得了 我也知道你们难过 啊 别难过了 先都出去吧 出去吧 待会儿我给孩子换身医生 啊 一会儿入炼装棺材 你们再进来啊 快去吧快去吧 我们再多看他一眼 哎呀 换医生了 换完医生再来啊 把几个工人就轰出去了 这一关上门 教室说 哥哥 有事没事 你放心 就凭几个弱女子 他又能如何 待会儿棺材来了 一入炼 一埋 就算没事 哎 行 我的心蹬蹬跳 你行了吧 你不就盼着今天吗 嗯 这小子弄完了 得愣这仨丫头 没事 等着吧 等着一会儿的工夫 喵全回来了 把这棺材往这一放 啊 给李承祖找了身医生 换好了 抱起来 往棺材里边一搁 就这会儿工夫 门开了 这姐仨又进来 承祖 批爹 那俩叫哥哥 这叫兄弟 哭得跟泪人似的 行了行了 瞧眼吧 瞧眼一会儿就 入炼了 啊 可是有意见 这个棺材买的不合适 怎么呢 苗全 买棺材 特意的问 哪个便宜 他买的便宜 便宜的 这个 小 短 死尸 放在里边 这俩腿在外边淡着 啊 大腿能进 小腿跟着脚 在棺材外边淡着 进不去 还没琢磨透 怎么办 这姐仨现在哭 啊 玉英说 哎哟 说不出话来 他指着 他意思 这腿怎么办 这哭 教室 瞧了眼哥哥 焦荣 看了一眼 苗全 在这儿的你落了钱了 心说混账 瞪他一眼 苗全把头低下了 怎么呢 买东西这破案了 啊 人家知道 还小了 不敢说话 焦荣 瞧眼这仨姑娘 一记得看 心说这不成 老这么看 看出事了 冲着妹妹一时眼色 教室点点头 出去都出去吧 快出去吧 啊 行了 瞧眼得了 啊 哎呦 无福的孩子 出去出去 出去 把仨姑娘轰出去 把门关上 焦荣一指 这怎么是 死尸进不去 脑子进去了 脚跟外面搭了 这怎么办 这就也过这 没想到这 没想到 这老钱了吗 怎么办 哥哥 这也不叫事 你等会儿 教室转身打后门出去 五分钟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把斧子 看点门 哎 抱出来 瞄拳把死尸抱出来 放在地上 教室太狠了 拿斧子 跺着腿 啪啪啪 连跺了几下 把孩子两条小腿跺下来 裤子免好了 憋在棍子里 两条小腿 一跺着脖子 塞着后边去 当枕头 外边拿被一盖一叶 把地上血一擦 一口棍子盖 行了 叫他们进来 这儿安顿好了 把门打开 外边找人来 开这棺材 搭起来 往外一走 这几个仨哭都不成了 那俩小 陶英和月英小 玉英大 到这会儿心里的疑团是越来越大 不对 第一 我弟弟怎么一进门就死了 为什么 此七夜 第二 他怎么蹊跷流血呀 他得什么病 他能这么脆 第三 我们在这哭的时候 这死尸进不去 这腿在外边 搭了这呢 我心里难过 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就一会儿 公主根本轰出去了 棺材盖就扣住 为什么 就这几件事 在脑子里翻过来掉过去 来回琢磨 这是为什么 难过真难过 哇哇的哭 可是不住的想这个事 蛟龙这赶紧就打着马回眼 弄出去 找这儿 一埋 就算拉倒了 又找了一天 请和尚到 把李雄的尸骨 也入了棺材 就算完事了 教教哥俩 自以为这个事 就天衣无缝 拉倒了 也就这样了 老李就万贯家财 是我的了 气得非常的高兴 我一盼着的事 就是儿子这个世袭 要是能批起来 太好了 往里边花钱 花了也不少 求人 托人办这个事 但是 挺不如愿子 因为什么呢 朝廷最后 也下了圣旨了 凡是这次征战死了的 一律是升官 升一级的 升两级的 给一个荣誉 但是 说最后这个世袭 没有了 接不上 得 钱白花了 可是自己心里边呢 还挺别扭 教室每天想 这仨工人怎么办 如何去聊眼中之钉 肉中之策 这是个事 天天的瞧着这几人呢 烦的就不成了 家里边什么叫丫鬟 老妈子 厨子 用人 全辞退了 不用外人 省点 湿点 有什么粗活 叫这几个姑娘来干 只要干的不好 交室有一鞭子 啪啪啪 连人就抽 哎呀 孩子们这个难过呀 而且这个李家 没有什么亲戚 你要说人家李雄家里边 哥好几个 这事倒好办 来了 有人说了算 你们怎么这样 这城 没有 有两门远房的亲戚 还住挺远 一住甘肃子 一住在东北的 轻易来不了 呼 家里边 娇大奶奶算是 作了腰了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对这仨姑娘非打质骂 一天到晚的 拿人家撒发子 哎呀 孩子们天天的哭 街坊邻居听起 心里都不是滋味 可谁能过去劝去 哎呀 这仨姑娘心说 这算完了 人间地狱 都小 逃也逃不出去 这怎么办呢 哎 这么一天 语英在后 除了这干活呢 教师叫他来 一反常态 闺女 来 来来来 您干嘛呀 吓坏了 天天没有这个 每天来您没等眼 死不了的 丫头骗子 俩不出来进去 老拎着身着鞭子 今天是 和颜月寿 和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脸都开了花了 来 姑娘 让您干嘛 来来来来 叫到屋里面去 给你做事 新衣裳 你看看 打个包裹 这还有这个 手势 都是给你的 舒适头 洗洗脸 这两天别干活了 保养保养 你看你的手 哎呀 手都村了 摸点东西 我这都有 嗯 俞英新说 这怎么了这是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不解 都不敢不听 啊 让换医生就换吧 让干嘛干嘛吧 这两天也没打 也没骂 而且来说 对他非常的和蔼 有好吃的 记着他吃 自己不明白 一直等着这天 焦荣来了 一说这个事 这才明白 焦荣往这一坐 大姑娘 哈哈哈哈 好孩子 越来越水亮了 嗯 真好 哈哈 叫叫 你好 哎呀呀呀 好闺女 好闺女 哈哈哈哈 这两天 捣食的不赖 嗯 挺好 我跟你说 喜事来了 舅舅 什么事啊 你不知道 听舅舅我告诉你 啊 什么事呢 朝中 整得皇帝 驾崩 新军继位 也就是家境皇爷登基 换了皇上 皇上登基 那是必须的三公路院得填满了 天下挑选嫔妃 啊 选媳妇 家中 有秀女的 必须要上报 过了十二 就得往上报 就得选 所以说这个 是个好事 万一要是让皇上选中了 那就了不得了 啊 一登龙门 身价百倍 所以交界呢 就把这旗 压在玉婴身上 这要是能让皇上选中了 这可是个好事 嗯 你别干活了呗 所以 换新医生 吃好东西 对他这么好 又让他擦胭脂抹粉的 今天交融这么一说 啊 好事 皇上选妃子 万一你要是选上了 我可是 楼莲 啊 我的 外甥女 有这么一天 那可是家里边 飞出一个金疯狂 哦 余婴这才明白 可是到这会儿 自己的一切 都得听人家摆布 自个儿说了不算 让干嘛就干嘛 啊 自己呢 就是疼那俩妹太小 而且来说呢 自己这两天算是吃饱了 那俩还不成 所以偷偷摸摸有点好吃的 还存着 给妹妹 教室也知道 但是呢 这几天呢 因为等着皇家这来信 所以是睁眼闭眼 也不吃这茬 一直等过了 有这么二十来天 交融来了 啊 教室说怎么样了 选妃子那事怎么着 吹了 不成 然后 本不成 说那太小 啊 那个内建总管人说了 说这孩子长得倒是不赖 可有一样这 太小 恐怕不成 就拉倒了吧 过过再说 挂挂 我等不了 把他叫来 打后边 把李渔英叫了 给我脱了 穿这么好了 医生不干活 一天早晚脱了 李渔英一听了 算完了 怎么呢 又来劲了 那我那个 你甭那个了 你那事不成了 脱 好医生我脱了 好医生脱了 三环首饰 全都拿起来 干活去 再踩一下 甭给我装这个 去干活去 姐仨又恢复了 原来这样 每天是非打折骂 晚上偷偷摸摸 就一块哭 想自己的亲娘 想弟弟 什么时候能熬出来 而且李渔英越来越大 越来越琢磨着 弟弟死的不对 闲着偷偷摸摸 跟这俩妹们就说 当初是如此 怎么办 怎么办 如此 我想了又想 这里不对 他怎么回事 那俩小啊 也闹不明白 那您说怎么办 咱们姐姐 现在没有办法 现在咱们自身都难保 能活下来 就算是奇迹 没办法 找机会 只要是机会到手 我一定给城主 报仇血恨 就老琢磨这个事 他老琢磨着 交室还老琢磨着呢 不成啊 家里老养这么撒 这怎么弄啊 嗯 卖吧 看看这仨有药的没有吧 仨出人去 一说这 我们就仨姑娘 真有问 说这个 当媳妇吧 这都小 当丫鬟 行吗 说行 只要给钱 仨都弄走 别说要怎么卸 你看看吧 带着这个人牙子 人贩子 这来一看 哎呀 这仨 大的稍微大了点了 小的呢 又太小 哎 就当中这桃莹 还成 怎么要这个吧 这多少钱 啊 您看这 看能给多少钱吧 三说五说 啊 这价合适了 归着归着跟人走吧 啊 人家家里边 买丫鬟 把你给卖了 哎呦 玉英这苦 娘你别去 啊 我 我宁可说 我少吃一口 养着我妹妹 你也别卖去 我们这儿仨够可怜的 千万别分开 别废话 啊 甚至的 啊 你少吃一口 你吃那口 不也我给你的吗 是不是 一天到晚 什么事都不干 啊 进跟这吃饭 卖着他换几两银子花呢 归着东西跟人走 收拾东西 把陶英 就给卖了 家里就剩这么姐儿俩了 哎呦 夜里没人了 姐儿俩哭着 死去活来 也不知道自己的二妹妹流落谁家日后又怎么样 孤身又女又没出过门怎么办 每天是度日如年 清晨起来 教室没事站在门口卖灯 这个过去来说不是好话 家里有女卷就忌讳这个 啊 说这个好人家的姑娘也好 媳妇也好 没事不出去 唯独这个行为不正的 竟上门口去 过去还有这么句话吗 说吧 说鞋以门前站 反手把压踢 眼大眉目细 必定万人妻 啊 说这个 妇道没事站在门口 鞋以门前站 那肩膀老靠着门网子站着 鞋以门前站 反手把牙踢 反着手踢着牙 眼大眉目细 眼这话 景大眉目话挺细 必定万人妻啊 这大伙的媳妇 就说这个辅导人家 不守辅导 是这么句话 所以说没事 这女的老站在门口 鞋往上站着 这叫卖单 过去人们很忌讳 这 可这教室就好多 他没事干呢 嗯 抓把刮子 站在门口 鞋着这大门 磕刮子 看看来往的人 街坊邻居打这走 多骂去 什么玩意儿 老李的人都让他丢尽了 这都说 可谁好意思能说得出来 心里都念了呗 他跟着站着 想心事 想什么心事呢 家里边还剩俩 一个李玉英 一个李月英 这俩人天天这么白吃饭 这可不成 我这想方设法的 我这想着呀 他们俩干点什么 再卖了他们 一时半会儿 没有合适的主 这怎么办呢 嗯 跟着琢磨着 有打这边 来了这么俩人 看着像是 母女二人 啊 这个母亲呢 得有个四五十岁 带着一小姑娘 十一二岁 啊 干嘛呢 要饭 是沿街 到哪家门口 这个女的不说话 啊 孩子说话 叔叔大爷们 可怜 可怜 我爸 啊 我爹病了 没较 没辙了 就是我们娘俩了 没有钱吃饭 也没钱看病 你可怜 可怜吧 就有着好心人 哟 孩子真可怜 给你吧 这个给没有多少 撒瓜俩走 这门要完了 搬那边 那边要完了 搬这边 走了走去 就走到教室门口了 啊 哎呦 这位大奶奶 您可怜 可怜 我们吧 我们是穷人 走走走走 走 你是穷人 你瞧着我父亲 回 本人就骂走了 人家也见得多了 要饭 走万家 哪都去 不给不给吧 又往前走 到别的家去要 投了几家不赖 还真都给钱 教室站这看着 猛然间就灵机一动 这买 你们不赖呀 你瞧瞧 就这么一趟街 挨门去要去 就给钱 嘿 什么本都没有 这可不赖 干这个活 小姑娘比小小的合适 而且小姑娘呢 岁数越小的越好 太好了 我正琢磨着 月鹰闲着竟白吃饭了 家里也没那么些活 让他干 对 我让他 言接其讨 哼 想到这高兴了 转身回去了 月鹰 月鹰 月鹰是最小的这个姑娘 你听叫的直哆嗦 姐姐 是要打我吗 没事 你也没干坏事 我 我跟你一块去 一块去 来的正厅一进门 教室这坐着了 月鹰 月鹰进来 哎 小姐俩进来了 娘 怎么还有玉鹰呢 出去 没叫你 娘 您叫他干嘛 叫他干嘛 有你什么事 出去 出去 给我出去 娘 您要有什么事 您跟我说 您别那 给我出去 我告诉你 好事 知道吗 滚出去 把玉鹰轰出去 孩子出去 也不敢走远了 就站在门口听着 屋里边就是教室 跟月鹰 小孩不知干嘛呀 娘您叫我 嗯 孩子 长这么大了 光吃我不成 娘给你出一个买卖道 你呀 挣点钱吧 闲话少续 书归正传 金骨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讲到 教室 一狠心毒 要害前房之女 她站在门口这儿 瞧见 有个小姑娘 沿街叫化 打这个门口 奔这个门口 这一躺机 零钱可是要了不少 她自己觉得是 灵机一动 太好了 心中暗想 最小的这个月鹰 在家里边 纯粹是吃闲饭 倒不如让她学一学 也去要化 回到屋里望着一坐 我说 月鹰啊 小姑娘进来 站在那儿瞧 她只害怕 娘 你有什么事 孩儿啊 你可是越来越大了 老子家里头 这么吃闲饭 那可不成 打劲个起 你出去上街上 严门乞讨 不要饱饱 不要饼 要的是钱 每天要是要来了 让你吃饭 要不来 我撕你那嘴 你看啊 我 我哪能干这个事 我爹活的时候 是锦衣卫的签户 这家里边也是官换人家 现如今我爹没了 您让我出去上街去要钱去 有辱门风 磕 小丫头骗子 你这是要疯啊 敢跟我降嘴 两步到了跟前 轮圆了 啪 一大巴掌 他拿打人当过瘾 一天到晚老得打人 小孩儿哪受得了啊 跟着这巴掌一过来 咕噔一下子 就躺那 这站起来 没等站稳 教师一抬脚 啪 又踢出去了 哎 哎呦 你别打我 我答应你 嗯 不吃没味 不上标 知道吗 就得打你 听见了吗 去 哎 打这儿起 小月鹰是每天出去 阎门叫化 街坊邻居听见没有一个不骂街的 这是人吗 这是啊 哪能这样对待人家孩子啊 可教师觉得挺好 哈哈 这最起码够自个儿零花的了 每天出来你甭管多少钱 这钱回来 买个水果吃啊 买个瓜子啊 他觉得还挺好 那么家中只剩下一个眼中钉肉猪刺了 谁呢 就是大姑娘 李玉英 教室坐在屋里边 这两天见天想怎么办 嗯 一共是四个孩子 儿子成祖 被我用披霜药酒毒死了 哎呀 剩下这俩小姑娘一个麦子 一个出门 沿街乞讨 显如今只剩下大女儿 李玉英 这个丫头十万段字颇有心计 留在我这儿终续是个后患 怎么办 正着急呢 自己的哥哥交融也来了 哦 我说 妹子 坐在这儿闷闷不乐 为什么呢 哥哥 你都多余问 你还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哈哈哈哈 你想的是 李玉英怎么办 对呀 现如今就剩他一个人难歪过了 他是我眼中定肉中刺 哥哥 有折没有 有 哈哈哈哈 你想想 万贯家财都是你的了 全家人都到这个地步了 不都是哥哥 我给你出的主意吗 啊 李玉英是 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丫头是有心计 如果说不把他弄了 日后对咱们可不利 是谁说不是呢 那你说怎么办呢 如此赠般 赠般如此 哈哈哈哈 哎哟 哥哥 你太缺德了 不过这主意 好 晚上吃完了饭 按现在中点说 七点来中 教室坐在屋子里边 把贴身的家定 苗泉 叫过来了 我说 苗泉呢 来 我有事跟你商量 来 奶奶 您什么事 我问 这些年在我府中 奶奶我对你如何 奶奶 您对小人天高地厚之恩 既然如此的话 我还有一件事情 吩咐你去办 你可愿望 哎呀 奶奶 有事您就说 这么多年来 您安排我干什么 没干 是不是 您尽管吩咐 嗯 嗯 今晚间 夜着三经 你偷偷摸摸的 从 李玉英的门前 往外跑 我带人喊 抓奸夫 你只要越前而出 跑了 找这一躲 就成了 明天白天 你还来 啊 跟没事一样 这事就妥了 这就算是你 又帮了我一回 哎呦 奶奶 这个还叫事吗 是不是 行 我听您的 描全去准备了 书中代言 这是交加兄妹 暗设的毒计 人家李玉英 可是黄花大姑娘 污蔑人家孩子 奸淫 说他有奸夫 啊 半夜里边有男的 从你那跑出来了 我没逮着 就凭这一点 就能把你送的当官 你要一讲嘴 这叫忤逆 奸淫忤逆 是可以判成死罪的 尤其是交融在衙门里当差 他深知这一套 兄妹二人设下狠毒之计 要害李玉英 说话的功夫 天势越来越黑 眼瞅着桥楼之上 鼓打三惊 狗贼喵犬 由打雾里边出来 孽族遣宗 来在了李玉英的寝室门口 要说这小子不是东西 怎么呢 想当初就是他 护送着城祖陕西班师 中途路上要害小主人一命身亡 老天又护才没死了 可是回家来又是他去买着皮霜 下在酒中导致城祖身亡 买棺材买小了 也是因为他在里边唠了钱了 才导致礁事 装不下死尸 用斧子把孩子的小腿砍下来 种种恶行都有苗全的参与 今夜晚间 他又来去假扮 奸夫 来到门口这儿 拱下身子来 左瞧瞧 又旺旺 没有什么人 拿手啪啪啪 一砸玉英的房门 姑娘惊醒了 半夜三惊 这是谁敲我的门呢 谁呀 哈哈哈哈 你这嗓子压低了声音 是我 姑娘 我来了 开门 你我相会 这话刚说完 就打东乡房那儿 有人喊了一声 抓奸夫啊 谁呀 焦师 啊 早就安排好了 这个焦荣又给他派过几个人来 说你们几人啊 就跟厢房那儿待着 什么都甭管啊 等大奶奶那儿一喊 跟着一块出来 院里有一个坏人 跟着一追 就行了 也不被追上 反正是啊 奔着方向去就行 还成了 这几人都跟着等着呢 啊 焦师在屋看着呢 一瞧啊 苗泉到这儿了 啊 这才一喊 抓奸夫啊 女活 苗泉一听我 跟逮我来 跑 知道是作戏 站起来 望外就跑 这些人全出来 得有六七个 教室带着 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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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金夫 丑不要脸的 对他 大伙一追 苗泉说我跑吧 啊 家里他熟 三村五蹦 到了院墙这儿 踩着矮墙一翻 出去了 追的这几个里边呢 也有点身子麻里 啊 来来追 咱翻墙了 咱们也翻墙啊 就有俩翻了墙过来了 苗泉挺生气 快行了 追追就完了 干嘛 跟真的事 这个事啊 追我 哎 斜队过不远 那儿有一辆大R车 这是一辆马车 那会儿来说 人们出行啊 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这就算不错的 啊 和大半夜这儿停辆车 躲上车吧 上车一躲 你们瞧不见我 待会儿我就下来了 这小子也快 三事两事 上了车了 啊 屋里呼噜呼噜都追出来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说奔东下去追 呼噜噜噜 都奔东 虚张声势 在人群中 交使还不住的骂贤妓 好你个李玉英啊 啊 这么大的姑娘 你没修没造 你勾结贱腹 我老李玉英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干嘛喊 这是给街坊死林们听的 让你们知道知道 李玉英勾结肩腹 这儿一喊一闹 街坊们就有听见了 啊 这要起来 有人就拦着 都听他们 胡说八道 啊 你要说他勾结肩腹 我们相信 你要说李玉英 这也不可能 睡觉 他这不定怎么欺负人家孩子 街坊们是 议论纷纷 咱们单说 苗全 躲在了 大儿车里边 心说差不多了 他们可能是 该走了 走了我该下车 没想到 刚要下车 这车动魂了 啊 紧跟就感觉 有人呢 给这马一垫子 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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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的车动了 怎么回事呢 街坊有一家啊 人家家里边病人 啊 半夜里 准备请大夫去 啊 弄这么一车 准备走 就是这个车把 是一个人 这是接医生 谁知道车里 还坐着这么一贼呢 马车往前就走 苗全一琢磨 还这茬老点啊 这个 我知道你是谁呀 我就躲一会 你帮我拉哪去 可是又不能喊 那先跟着走吧 好 这马车奔十字街下去了 十字街往北一拐 一拐个弯去 这路口这正好是那棺材铺 半夜里边啊 用棺材 啊 棺材它都是跟乡下坐 坐完之后里边 拿大马车再拉进来 在马子这儿在卖 他不能跟这儿 一切损很多的货 夜里边没事 人家正好今天进的货 用棺材来 可是没想到 这马车一转弯过来 对过那个马呀 跟这个马一打岔 这边一拉马头 没留神 这边这马惊了 哎呦 车把手都跳下来了 车把手是跳下来了 这马可没停 直接奔对过的马车去了 俩马车就插在一块 这边是大儿车 那边车是货车 拉的都是棺材 哭 堆在一块 大儿车整个翻了 把苗犬大车里 揍出来 把光机 就扔到地上了 躺在地上 要按他的伸手 是没问题的 这儿一扶地 刚要起 就这么快 还没等起呢 这棺材这堕 啪了 锦上面最大这口棺材 呜下来了 棺材这脚 把苗犬这脑袋 当时就砸烂了 这也是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想当初给李承祖买棺材 买小了 教室一瞧 这腿啊 跟棺材外边的 装不进去 拿斧子 把孩子两条小腿剁下来了 这才装进去 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苗犬 买棺材 成心的买小 小的便宜 可没想到今天 他死在棺材底下了 这就叫报应 说这之后怎么打棺材料理这个事 咱们不提 回过头来 再说教室 拽了一大圈 这也没有 把人都打不走了 回到屋里往这一坐 啊 我说 余英 你给我过来 大姑娘早就起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哪儿我门口站一人叫门 我没理着 茬儿紧跟着呢 院里乱了轰轰的 好像追出去了 大半天公司回来了 季母娘叫自己 是战战兢兢 来在了正厅 娘啊 刚才什么事乱了轰轰 什么事你不知道吗 啊 我告诉你 是方才 你的那个肩膚来了 哎呀 我的娘哎 您可别这么说话 这多难听啊 孩儿我 雨节冰清 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 孩儿啊 天地良心 我可没想到 是 你是个孩子 你有不对的地 我也不忘心里去 可有一节 勾结 见父 这个话说出去 多么的难听啊 我老李家 颜面都被你扫光了 你还不给我说 真情实话吗 哎呀 你说这是冤枉我 我可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一伸手 把旁边桌子上放着茶壶抄起来 拿起来 啪 往地上一摔 摔了一个缝缝缝 你干嘛 我干嘛 你打算拿着茶壶砍我 我一闪身躲开了 摔着地上 杨哥 你怎么这样 我哪样了 你是奸淫 武力 就这四个字 就要了孩子的命 怎么呢 封建社会 这四个字 最大逼天 李玉英一听啊 心就凉了 心说 终于到我了 我们这个家走的今天 就算是到头了 这四个字的评语 活不了了 杨哥 我冤了 你甭冤 赶等天亮 咱们再说 这会儿天已经蒙蒙亮 您算的这折腾一宿了 金鸡三畅 五股天明 交融来了 妹子 妹子 我听说昨天你们这儿闹得挺凶啊 是怎么回事 哎呀 哥哥耶 你可不知道啊 李玉英这个丫头 她臭不要脸呢 她勾结 肩膚不算 昨天还憋着要打我 这可是忤逆啊 呵 妹子 你别生气 你说这事闹的啊 我妹夫死了 没想到 家里边都欺负你 好在还有哥哥我呢 我得管你啊 不要紧的 咱们打棍子去 其实是他们俩人设计好的 诚心害人家孩子 哦 这儿说 你闹 咬了命了 孩子就算哭了 也还不上话来 交融来到了衙门啊 上下一说这个事 家里出了事 啊 这个 我妹夫啊 这个前方之女 勾结奸夫 犯了奸淫之罪 而且他还憋着打他的继母娘 这属于是 忤逆啊 必须的 拿他们到公堂 你想啊 衙门口的人跟他都是朋友 谁能说别的 嗯 好呗 教的爷 您说怎么着 咱们就怎么着 好那来 带着非亲活票 传出去 传出去 说一声传 来在这 你是 李渔英啊 啊 我是李渔英 行来 走吧 你小孩长得挺漂亮 怎么干这个事呢 继维公采 别说了 说了没有 走吧 拉拉扯扯 是来到了公堂 大老爷一升堂 啊 刚往这一坐 一回头 交融那儿 冲着老爷点点头 哦哦哦哦 怎么呢 平时老爷跟交融之间的关系是特别的好 啊 就知道这个案子里边有鲁啊 就是有钱可挣 嗯 交融啊 今天这一案是怎么回事啊 是 合并大老爷啊 有民女李渔英 勾结奸负 犯下奸金之罪 而且 无你不孝 殴打继母 岂有此理 大老爷这儿就急了 你叫 李渔英 是 民女李渔英 参见大老爷 嗯 小小年纪 有此歹毒之心 还不从事招来 老爷 我冤的 不是这么回事 送 人是苦虫 不打不行 人是木钓 不打不招 抄手问事 靓儿也不愿招 来呀 赞起来 说声赞起来 什么意思 过去这个堂上 对待女犯人 有一种刑罚 啊 叫赞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竹皮子竹棍 啊 有这么长 一根一根拿绳子连起来 用的时候把手 搁到这里边 都夹好了 这一蹬 竹片啊 和竹棍一收缩 把这手直的夹住 非常的难受 有这么句话 说得好吗 食指连心 又何况 附到人家 大姑娘小媳妇 那手都细 一使劲就折 没有不疼的 这说着话 有人把姑娘架起来 把指头放好了 两根顿住了 大老爷一问 有招不招 大老爷 民女我冤 呐 收 说一声 收不住 旁边 淡住了 孩子 嗷嗷一声 当时就昏过去了 太疼了 老爷这 昏过去了 嗯 不要紧的 凉水泼行 一喷凉水 啪 兜头盖顶 往上一泼 这才苏醒 老爷回头 看了看交融 那意思 怎么样 交融点点头 伸出来 五个指头 悄悄的一晃 老爷明白了 怎么呢 这里边有五百两文银 五是五 五的意思 来回一晃 这是百 来回一百 这是 要是千呢 一勾 手一笔 这是一千 这是衙门里的暗鱼 我们俩云子 老爷就明白了 嗯 有招不招 民女我冤呐 哎呀 站起来 还要咱 那谁受得了啊 简断接受 连着过了三堂 非打则骂 到最后 姑娘也没召一句 说是我承认了 没有 每一堂都没有口供 虽说没有口供 但是大老爷 往上司报 把这事情说得很严重 不久 批文下来 说 李玉英 奸淫舞逆 问了一个 寡罪 寡呀 是当年最厉害的一种刑法 就是凌迟 把人身上的肉 一片一片的寡下来 哎呦 消息传来是朝野轰动 就要有呢 老百姓是明白的 街头巷围 大伙是议论纷纷 一般来说 当年判死刑 执行 都得是在秋天 秋高气爽 不管是人犯 还是审案的人 头脑清醒 他一般不会犯错误 所以没有这么快 就执行死刑的了 按说 李玉英在想活命 势必登天 好在这一年的六月份 突然间 朝廷里边 传下了一道旨意 因为家境皇帝 他是继承了 堂兄正德的位置 所以说 因为太上皇这个 身份的问题 跟朝臣们 处理些个矛盾 僵持得很难受 为了笼络人心 这一年 家境皇帝 吩咐普天下的监狱 查冤假错案 就说 所有的没有执行的案件 所有的人犯 都可以把你的冤枉 再说一遍 那已是自己的正大光明 消息传来监狱里 本来等死的李玉英 想了又想 我不能这样 不清不白的就死 否则话 九泉之下 面见我父 我也无言大对 找狱卒要来了 纸笔墨艳 摊开了纸 颜德的墨 填薄的笔 一字一字 是沾着眼泪写的 把自己家里 这些年的事 一模一时 是全都说出来了 写的非常的细致 几经辗转 这封奏折 到了陆炳的手中 陆炳啊 是锦衣卫的总负责人 那是皇上的红人 一瞧这个冤案 可了不得了 这是惊天地气鬼神 自己没敢呢 把他压下来 转奏上去 夹进皇爷 一看这个奏本 是炉烟大动 吩咐人 好好的查 皇上说话了 那可不一般 从上到下 一级一级的往下压 最后又把这案子 完全翻过来了 这叫什么呀 龙楼玉神 查了一个底儿掉 把交融交室 拿问到了公堂 当初怎么打的李玉英 这回算行了 唠着锦衣卫的手里 哪好得了啊 锦衣卫杀人如麻 各种飞行无计其数 一上堂 哥俩就突如了 对事我们干的 全招了 这些年这点坏事 到这会儿 完全弄清楚了 嘉靖爷传圣旨 这两个人寡 而且要求要把雅奴 也杀了 雅奴是谁 就是交世亲生之子 李玉英当堂变门 说孩子当年还小 这些事是他母亲做的 与他无干 又经过几位大人 据李力争 才把李雅奴充军发配 等于这一阵 算是都绝了 又把李承祖的尸体 起出来看 果不其然 小腿跺下 证明之前说的 全是真的 按照圣旨下来 让他 因公复序 那就是当初他爸爸 这点官职 给了他 只不过是一个名誉上的事情 一切安顿妥当 吩咐人 不必等秋后 即刻将交世交融 压出去是万寡灵池 按律逃下来 是三万六千刀 各位 过去的寡 可不是一天寡完 按圣旨 有两天 有三天 交世跟交融 按三天寡 三万六千刀 一天得寡一万来斗 这也是皇上 让老百姓看一看 那么有人说了 这一天寡一万多刀 死得了吗 你还别说 咱们查过资料 当时的柜的手 真有这个办法 尽量呢 寡你不要紧的地方 一边寡着 一边拿着布 给你擦着血 反正这一天 给你凑合这个数 明史记载 想当年大太监刘锦 就是寡了三天 第一天寡完之后 抬回监狱去 还喝了两碗粥 吃了点东西 但是第二天 刘锦才死的 因为这个 他在刑场上 破口大骂皇上 所以没留着第三天 第二天寡完了 弄回去 人就死了 第三天 把死尸架出来 也得寡够这个数 这是皇上 腰买人心 让大家看一看 皇恩浩荡 到了寡礁室 和礁宗这天 北京城市万人空巷 老百姓都出来了 看看吧 就这俩不要脸的东西 怎么害人家全家 到如今落得如此的下场 打监房里提出来 这俩人啊 就已经没人样了 怎么呢 面如死灰 事到如今 要说后悔 可也晚了 压着往前走 队伍里边 站着姑娘 李玉英 拿手一指 说是娘啊娘啊 这才叫苍天 有眼 server earth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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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